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朱德担任八路军总指挥 领导八路军创建了许多革命根据地 并且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 解放战争时期 朱德担任解放军总司令 他协助毛主席组织和指挥了辽沈 淮海 平津三大战役 建国后朱德凭借资历和战功 当之无论地成为了十大开国元帅之首 作为一名战功赫赫的元帅 朱德以生共有六位妻子 他们分别是刘从珍 萧与芳 陈玉珍 贺志华 武若兰 康克卿 六位妻子在不同时期 陪伴着朱德走过了一段又一段艰辛的路程 那么他们的结局如何呢? 刘从珍是朱德发戏 年纪比朱德大两岁 他和朱德的婚姻完全是父母的安排 尽管刘从珍勤劳持甲 对公婆也都十分孝顺 但是这位就是传统妇女 却没有得到朱德的喜爱 两人婚后不久 朱德就离开家乡走上了革命 死后再也没回来过 刘从珍只能独守空房 默默地为朱德祈祷 建国后朱德燕吉夫妻就请 邀请他去北京定居 但是被刘从珍拒绝了 1958年2月刘从珍病史 享年75岁 萧菊芳是昆明师办学院的学生 有着心事思想 而且没有缠足 1912年萧菊芳和朱德相识 当时朱德还是云南讲武堂里学习和工作 两人一见钟情 不久之后就结为夫妻 婚后萧菊芳生下朱德唯一的儿子朱祁 两人都是 十分开心 然而不幸的是 孩子生下不久 萧菊芳就病逝了 朱德痛心疾首写下道王诗 草草姻缘结乱年 不堪回首诗禅卷 相邻戴雨生涯里 是否有金币酒泉 陈玉珍是朱德的一个朋友介绍认识的 当时朱德的前妻萧菊芳去世 儿子没人照料 就同意再找一个伴侣 陈玉珍和朱德见面后互有好感 不久之后就结为夫妻 陈玉珍也是一位新时代女性 没有过脚 而且还参加过辛亥革命 两人很能聊得来 然而到了1922年 朱德受邀去重庆后 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 令人十分惋惜 贺志华原本是四川开疆女子中学一名老师 性格开朗 举止大方 人长得十分漂亮 堪称开疆之罪 在朱德远赴欧洲时 贺志华也跟随一起 两人在欧洲结为夫妻 此时的朱德三十六岁 贺志华十九岁 婚后贺志华生下女儿朱敏 1926年朱德因工作要回国时 十分不舍得把贺志华母女留在了相对安全的苏联 然而原本就嫌弃朱德不够浪漫的贺志华却爱上了别人 更为严重逝世 后来贺志华为了贪图享乐 竟然出卖给共产党罗易农 当然贺志华本人的结局也很惨 1928年被国民党枪杀 武若兰八岁入私塾读书 十二岁考入女子学校 接受了新史思想教育 成为了一名坚定的革命者 1928年 朱德在湖南磊阳县 见到了正在为革命奔走的武若兰 两人一见钟情 武若兰送给朱德一双草鞋和一个布革子 作为定情信物 三天之后 两人就在军队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1929年朱德和毛主席的部队遭遇遭国民党军流示意的一个团包围 武若兰为了保护朱德和毛主席 把敌人吸引到自己这边来 结果不幸被捕 他坚真不拒 最终在1929年2月8日 被敌人残忍杀害 年仅26岁 康克清出生在一个贫困的渔民家庭 他十分厌恶封建社会的黑暗 接受了新式教育 1928年加入了红军 并且跟随部队上了江岗山 在这里康克清遇到了朱德 尽管两人年龄相差很大 但是却丝毫没影响两人的感情 1929年底康克清和朱德结为夫妻 此时的朱德43岁 康克清刚刚17岁 康克清是陪伴朱德最长的一位妻子 建国后担任了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常务委员 宋庆龄基金会主席等职务 1992年4月22日康克清因病去世 享年81岁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文字幕志愿